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向珍来到赵葱的住处时 他就直接和赵葱开对了 他问赵葱为什么不跟他说一声 就突然走了 这对得起他们四年的感情吗 原来赵葱之所以失踪 是因为他家里产生了巨大的债务 所有资产 包括房产在内 都被查封了 他爸爸正好带着赵葱出去躲一段时间 当时赵葱也没来得及反应 再加上手机也丢了 所以没有办法通知向珍 而经历过这件事后 赵葱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他和向珍也回不到从前了 这么好的一队 缘分也尽了 你希望向珍和赵葱分手吗